你這個... 確定沒有後製嗎? 如果是沒有的話 就算專業的攝影機也沒有辦法辦到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要拍攝慢動作一定是要切換模式 你自己有使用攝影機的話 你應該也知道 那手機的部分的話那就更不用說了 它不可能做到這種功能 因為沒有必要 所以我這邊的話可能也沒有辦法幫你解答這個問題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哥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上一次去公園二訪的時候 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沒有跟大家講到 其實事後想起來也是非常的... 興奮嘛 應該說興奮吧 這件事情我也跟業餘分享 還有跟我一個專業的攝影朋友也分享這件事情 上次大家都有看到影片 我們在探險的途中啊 有聽到女生的聲音 女生的哭聲 甚至這個... 亡靈啊 對著這個麥克風怒吼的聲音 到最後感應的部分呢 大家集體中邪的部分 所以我說我最擔心的事情呢 還是發生了 就是指這件事情喔 就是萬一現場失控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大家一起通通都受了現場的靈體干擾 然後鬼哥有點... 應接不暇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探險之中 就是第一台攝影機呢 先壞掉了 我們才剛要到那個廁所而已 攝影機馬上就故障了 所以我們就少了一台攝影機拍攝 沿途在分開探查的時候 我都跟葉宇哥借手機來用 借他的手機來做分機的動作 那我們到第一個碉堡分機的時候呢 還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拍攝的前後 以及這個畫面啊 除了這個畫面的畫質比較差以外 基本上在檢查畫面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這些拍錄圖啊 半圖他都有 隨手拍一些素材起來 那我在檢查素材的時候呢 這些素材也都沒有出現異狀 直到我們探查最後一個這個礦坑的時候 這奇怪的事情就來了 這個礦坑裡面放了三顆石頭 然後阿朗也表示 他當初去到這個碉堡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來探查的時候 他也看到裡面放三個石頭 他的作用不詳 因為放三個石頭這種情況的話 有非常多的可能 有可能是裡面有買什麼東西 或者是後來的人 放了三個石頭作為標記 也或者是那邊曾經是一個亂杖鋼 被人家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標記 當然這個都是鬼哥的猜測跟腦洞 那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這個第三個碉堡 現場的氣氛非常的怪 其他的人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鬼哥心裡面就是有點小緊張 因為這邊附近的感覺跟剛剛那個感覺 就完全都不一樣 同時這個地方也是 鬼哥上一次第一次來的時候 走到一半就不想要再往前走的這個地方 那我想當初干擾我的這個源頭呢 也就是這個碉堡 那這個碉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鬼哥查資料目前也是沒有什麼下落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講重點的部分 我們要下這個碉堡的時候 葉宇哥有借給阿朗的手機 這一次的碉堡是阿朗自告奮友他要進去 葉宇哥呢就把他的手機借給阿朗 然後先開好鏡頭 就讓阿朗進去拍攝 那其實途中我們的攝影機 並沒有捕捉到任何的靈動了 那拍攝的途中呢 阿朗也只是覺得裡面有點 會讓人家感覺噁心 然後會覺得不舒服這樣子而已 他在進去這個碉堡之前 我們就聽到一陣這個轟隆隆的巨響 雖然有錄到但是非常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在現場的人的話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聽到這個 有點類似槍炮的聲音 就距離我們非常的遠 我們四五個人判斷的結果呢 這個聲音也不可能是這種鞭炮聲 因為鞭炮聲的話可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聲音 不可能只有爆炸聲 因為那邊非常的偏僻 如果真的是鞭炮聲的話 那聲音的頻率也不對啊 那最不可思議的部分呢 就是阿朗他把夜宇哥的手機拿進去拍的時候 我回來要剪片的時候 我發現他下去拍了兩三分鐘 這個影片一開始他在碉堡外面的時候 都還好 都正常沒有事 就是畫質比較差 可是他一當他接近這個碉堡的時候 這個手機的拍攝畫面 忽然間就變成了慢動作 而且那個慢動作非常的詭異啊 他不是一般的這種調整造成的 我們如果拍攝的話 只能使用一個模式 也就是正常拍攝 或者是縮時攝影 或者是慢動作拍攝 一定要切換模式 才能繼續拍攝嘛 可是這個片段很奇怪的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做任何操作的情況之下 他一進去裡面的時候 就開始變成慢動作 就變成他一半是正常的 然後到寬坑裡面以後 全部都變成了慢動作 那鬼哥事後呢 也有將這個影片 拿去給專業的人士檢查 他們也是說無解啊 因為不管是攝影機 不管是手機 你都必須切換拍攝模式 才能完成這樣的拍攝 或者是你用後製 它才能讓這個畫面 一邊是快的 一邊是慢的 可是這個影片的原始檔呢 是葉宇哥傳過來給我的 所以我不可能將它後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完全沒有剪輯 完全沒有調色任何處理 都沒有的原始片段 進去 來進去 來進去 這裡有哪裡啊 裡面啊 我只要放三個 OK 好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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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